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就是我跟来参加这个工作方的很多的参与者背景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我是心理学背景的一个参与者 所以说我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设计的教育训练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心理学背景的人在一个软体公司工作 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软体的开发过程中 开始渐渐地去考量到我们这样子的操作 譬如说我自己的工作可能要设计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APP 那他们在操作流程当中 有没有容许就是使用者他万一不小心按错了 有没有容错性 或者是说我们这样子的界面设计 是不是可以符合人们的注意力的一些原则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在一个软体公司工作的原因 那为什么我想要参加这个工作方呢 就是说我在我的工作当中会需要跟很多的设计师 然后工程师 然后我们的客户 然后有时候我们有就是我们的业主 很多很多的人去做沟通 那在这个当中呢 怎么样让我的一个计划 我的一个想法可以很精准的 就是让设计师或者是工程师 让他们implement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技巧 那我希望藉由参与这个样子的workshop 然后让自己呢 可以更知道就是他们的想法 利用他们的语言 然后去跟他们沟通 好 那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方中呢 我就跟很多有设计背景的人一起工作 那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是说 设计呢在我的看法里面 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要解决问题 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埋头苦干 就是开始去想说要怎样找到解法 而是说在原来的环境当中 我们要先了解它原来的system 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花了大概两天的早上 就都有去走我们那个 不知道不是它的那个环境 然后去观察 然后去想想看 你看这个环境当中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就是在要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此之前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prototype 比方说我们那个gate的一个prototype 然后一开始我们想要有一个就是这个装置是除了有欢迎人们到不啊不屑 然后的这个功用 我们还想说除了门以外有什么方式 我们想到在就是地上的一些青苹我们就把青苹做成一个有建成让人们可以知道说这个随着青苹的变化它已经来到了不啊不屑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就是去评估各种解决方式它的可行性 那所以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那个我们的那个director就告诉我们说我相信呢这一定会引起农夫们的抗议 就是所以说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很多工作了 那你又要定期去维持那个青苹的形状样子 对他们来讲会造成他们的工作量的增加 所以说在在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叫迭代iteration的过程当中去找出一个最适合的方式 对啊 所以这是我觉得获得收获很大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我的career有怎么样的影响 就是说我在这样子这么多设计背景的人面前 那我也可以看看而谈我的想法 那他们也可以了解或者是我可以得到回馈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有所谓的Porkies 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机会这样子 好那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